马可福音12章14节 他们来了就对他说 这段经文讲到法利塞人打算陷害耶稣 就派人问耶稣是否可以纳税给罗马皇帝 耶稣知道他们的恶意是要试探自己 就要他们拿出一个纳税用的钱 表明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耶稣的回答 一方面肯定了国家权利的正当性 也肯定了基督徒应该纳税给国家 而一方面却也表明国家的权利 不是可以无限上岗的 属于上帝的事物 是国家所不应该潜阅的 诚实 原文是真实的 诚实的 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 原文是你都不在意任何人 人的外貌 原文是人的面 诚诚实实传神的道 原文是在真理中教导神的道 所以如果按原文直接翻译这节经文 应该是 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 诚诚实实的教导神的道 什么人你都不在意 因为你不看人的脸面 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 因为他是诚实的 所以他所说的话 所传的道 也是诚诚实实的 但愿在这个虚晃不诚实的世代 主帮助我们 言行举止 都是诚诚实实的 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那因信基督 而有的诚实生命 没有诚实的